環境真的很差 但味道和價錢真的很值得 好啊 鏡女落回 等下吧 看不到現在很忙嗎? 很細緻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小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姐 我們今天來到佛山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去佛山半日遊 市中心最旺的地方走走走祖廟 和旁邊的嶺南天地 我知道很多香港的觀眾可能未來過佛山 其實佛山是一個充滿著嶺南氣息 和文化的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佛山其實都很多人 但它的感覺跟廣州或者深圳很不同 如果大家很喜歡那種王飛鴻 或者一些武術的氛圍 就一定要來佛山感受一下 它是有這個武術之鄉的稱號 現在就教大家如果在香港怎麼過來佛山 如果大家不是開車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香港的西九龍站 搭這個高鐵 它有一天會有兩班直達的 就可以來到佛山西站 那你又來到之後 這裡都有地鐵可以直接來這裡 祖廟地鐵站 祖廟地鐵站 那你就可以來到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實在沒有什麼班次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到深圳北 高鐵就會比較多班次 那你可以去到深圳北 然後轉回佛山西這個站 廣州南站轉去佛山西都會比較多班次 坐地鐵過來很方便 在廣州南站坐地鐵過來也可以 要多久的 要很久的 先生 應該40多分鐘左右吧 那就很久了 蟬盛區是粵劇的發源地 擁有這個被外國朋友 誉為東方民間藝術之工的名聖古跡祖廟 嶺南四大名苑之一的梁苑 和凝聚中華武術精髓的 黃飛鴻伏物館 我們第一站來到的佛山祖廟 其實是始建於不宋元峰年間 至今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了 廟內就有這個黃飛鴻紀念館 葉問堂 和很多的歷史文化展覽 還可以見到這個嶺南省屍 粵劇等文化表演 省屍和粵劇表演的時間 就可以留意公眾號佛山市祖廟博物館 如果大家想進去祖廟參觀的話 是需要20元的入場券 記得要帶你的證件過來買票 我們之前就進過去了 今天就不進去拍片給大家看 現在我就帶大家去旁邊 找一下佛山著名的小食 在祖廟那邊走過來這裡 就會開始有一條步行街 這裡買的食物其實都是比較網紅一點 周圍都會見到那些 就不是真的很有佛山特色的 但我記得中間有幾間店是老字號來的 我們今天是平日過來 所以人流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是節假日的話 五一路洞節那些是逼爆了這裡 這間十三伊也很有名的 是吃這個君安珍珠 上了央視的 這裡有魚皮德信德爽魚皮 無影腳陳氏盲公園 這個也是上次吃過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坐在這裡試一下 所以這裡就是這樣 它裡面應該挺漂亮的 WOW 炸盲公園 魚皮 所以它是不是好像鯪魚球一樣 這麼大粒 鯪魚球 嗯 裡面包芝士 好吃的 超好吃的 嘩現在真的很舒服 完全沒有人的 因為平日我上次過來是逼爆了 我現在真的覺得 我現在真的很喜歡那些沒什麼人的地方 很舒服 順德輪教餅 非物之文化為產 試一下先 試一下這個輪教餅 白糖糕 就是白糖糕 正糕 白糕 我們叫白糕 我們叫白糖糕 好甜的白糖糕 其實挺好吃的 但沒什麼經驗的味道 就是白糖糕 試一下黃色這個 應該是黃色的黃糖糕 黃糖糕 很甜 真的很甜 很甜 夠命 聖絲 超紅 我今天穿這件衣服很紅 我每個人都追著這兩個絲 不知道在拍什麼 有間華為的旗艦店 旁邊還有理想 晚上來是更加有氣氛的 燈開上來 現在日頭就比較 嗯 我也覺得清閒一點 來到嶺南天地 這裡真的每次過來都覺得很漂亮 好笑 很多那些文創精品 土耳其占卜 咖啡的 嘩 還有這個 內雪的茶 什麼品牌其實這裡都有 嘩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就是我上次跟我姐姐一起過來喝湯的地方 又可以看之前的影片了 218萬元 我想吃魚腩飯 不跳牆 哇 哇 好厲害喔這個 來佛山一定要吃佛跳牆是嗎 這是花椒 這是 這是 烤芝士嗎 這叫什麼 豬王梅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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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超級貴 但是超級好喝 超級足料 這裡除了燉湯和佛跳牆這些 還有其他精飯可以吃的 有Pandora的店 這裡還有Fancy 雪糕店 好漂亮啊 還有雜貨 哇 好漂亮啊 全部裝修到 嘩 這間超漂亮啊 叫做布蘭套的植物莊園 嘩 超漂亮賣茶的 好好打卡啊這間店 嫁女餅 佛山市文物保護單位 文匯里嫁取屋 為了把這個婚禮辦得風光體面 不少百姓就會租用這個大屋去辦喜事 這樣就會產生了很多租用的嫁取屋 在嫁取屋對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文信老婆的 這間店是吃順德雙皮奶 非常出名的 嘩 這裡的雙皮奶超貴啊 我們是清遠吃雙皮奶才八元而已 來到佛山起價三倍價錢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吃 還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不同的款式 嘩 還有榴槤雙皮奶 啊 這裡還有丹麥的水牛奶 如果大家經過不想吃雙皮奶 也可以叫一杯飲品拿走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我的手 嘩 超迷你啊 超迷你啊 嘩 喝茶的杯子這麼大 24元啊這塊 我們現在嘗嘗這個 迷你紅豆雙皮奶 他們是用水牛奶做的 所以會特別貴一點 好吃的應該是超級正宗的 嘗嘗一下 紅豆也給了幾多 它的奶味真的超級濃 正宗的雙皮奶 果然二十多元 正 好吃 很香 很滑 它的奶味好足 很黃黃的 你說喜歡吃到正宗的順德雙皮奶了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薑狀奶 放一隻匙巾上去 哇 瘋了 這個是我吃過最瘋的薑狀奶吧 因為呢 其實雙皮奶或者薑狀奶 為什麼它會瘋呢 是因為水牛奶裡面的蛋白質夠高 所以跟普通牛奶不同 普通牛奶做這些雙皮奶或者薑狀奶 就不會那麼瘋了 哇 它這個完全是納在上面的 超有趣的 都是同樣地是迷你碗 我們試一下這個薑狀奶 我們薑狀奶要求很高 它的奶味真的很特殊 雖然它的薑不夠辣 但是不錯 它很好吃 不同的風味 它完全不是很濃很濃的薑味 它是香香的 薑汁的香氣 然後那個奶呢 就很瘋 很綿 有一點點口感 它瘋得有點像豆腐 這個很有趣 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個味道 這個奶味的香和薑的香 是混合在一起 是很柔和的 不會很黏 哇 真的好像吃豆腐花 原來這家文信老店 它原來是創始於1925年 真是可以稱得上是近八年的非為老店 提提大家如果來這裡吃 一定要去店舖吃 因為我上次來佛山玩 我是試過點外賣 外賣到了之後是超難吃 雙皮奶我覺得是超普通 但是在現場吃的薑壯奶和雙皮奶 都超級好吃 超級厲害 這裡的霸王茶几 這幅牆都超美 可以拍照 晚餐時間 我們就可以自己開車過去一間 叫做天海酒家 吃一下這個順特菜 如果大家沒有開車的話 就可以坐的士過去 因為那個位置 比較偏一點 就沒有這個地鐵道 我們到了 我最初以為天海酒家是這間 看我以為它撿了一粒 但原來是右邊這間才是 傳統粵賽佛山風味天海酒家 八年老字號 哦 我們現在進去了 好像... 真的挺夠的 這間店 有些像茶樓喝茶 嘩 真的很誇張 這張桌布應該都是八年老字號 全部都很凹 八年老字號的桌布 哇 這間店現在才五點半 還沒開餐 已經沒有很多人了 我看到好像那個年紀偏大 好像是阿叔 對 還有這裡... 很煙 老老實實 這裡的環境真的好不頂 剛剛還看到有些小蟑螂 八年的菜單 菜單都是爛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好吃 這麼多人吃飯 總有一個原因 嘩... 色澤都不錯 嘩... 想給大家看看 有多漂亮 怎知道整碟都是油 救命 這裡是沒有紙巾 沒有手套的 剛剛問姐姐有沒有手套 她說沒有啊 我們這裡沒有手套 對... 要是用手吃要是用筷子吃 沒有筷子 皮不是很脆 沒有肉的 但是味道不錯 味道不錯 但是沒有肉 有點像咬牌骨的感覺 魚肚羹 這個真的好大碗 哇... 魚肚在哪裡啊 這個? 這個很適合 4個人都可以 先嘗嘗這個湯 OK啊... 很清 真的喝到蔥白的味道 其實她的份量也不錯 打算很少 但不會啊 其實兩個人絕對夠吃 兩三個都夠吃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拼盤 中間是白切雞 然後有點心 高 還有魚 還有菜 再加上這碗湯才99 魚鮮38 加上三番才是八多元 先嘗嘗這個魚 焗花魚 嘩...它的醬好像五樓汁一樣 我就是覺得很熱 之後頭髮被風扇吹來吹去 整個人很黏黏 整個人很滑 在這裡的人說話 全部都很大聲 然後就說髒話 每個人都說髒話 好吃的 淡了點 沒什麼味道 但是魚還不錯的 不是香的 這個炸得不錯 啤酒入雲 在清遠以外的地方吃雞 是一個很冒險的做法 嗯 雞呢 就要吃肥的 即它不是老的那種韌雞 是韌亂 韌亂那種韌 夠日子喔 吃雞 皮就是嫩的 不爽 很有雞味 好吃 可以炸芋頭的朋友 小吃 嗯 就是鹹的 它完全沒有第二支味道 就是一層芋頭 再加油的味道 很傳統的味道 很傳統的味道 99元有這麼多樣菜 嗯 不錯的 還有煮食 最後這個紅綿糖糕應該是 是啊 如果你說它的味道 我覺得OK 合格以上 你說它的價錢 我覺得很值得它 但是環境真的很差 但是味道和價錢真的很值得 如果大家不介意這邊 又吃煙又醋 那些男人又說髒話的話 都迎過來試吃 是味道不錯的 還有一個情懷在這裡 情懷已經無價了 還有你剛剛說 阿姨態度很差 好啊 美女下班 就說 等一下先 看不到現在很忙嗎 那 噢 噢 噢 然後我就 看到有個在大廳的 姐姐過來 幫我下班 那服務態度都好 百年了才好 在這裡 沒辦法吃這些地道的食物 就是有一種 就是多你一個不多 少東西一個不少 就是不優做 好啦 那我們就吃飽了 一共是消費了兩個人 一百三十七元 這幾個月吃得最便宜的一餐 那質素其實都OK的 它是這個懷舊風情 食情懷 是的 質素不錯 如果我住附近 我會很喜歡打包這家 回家吃 很多樣的特色朝食 傳統的食物 幾代童童 會圍著一起吃 爸爸的爸爸 帶著小孩來這裡喝茶 他也有早茶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佛山半日遊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點讚 關注分享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